表妹怀孕七个月时 故意去做自己运动 好让自己早产 只因她怕孩子太大 生产后影响老公的夫妻生活体验 我告诉了家人 拦住了打算偷偷去坐过山车的她 最终 她足月生产 奴子平安 外甥却在她姥姥的溺爱中 长成了个体重200斤的胖子 她每次抱怨自己追女孩 找工作都屡屡失败时 表妹和姨妈就会把错都推给我 都怪你表姨 当年你要是早点把你生出来 你也不会吸收这么好 喝口水都能长成肉 后来 我被她母娘俩推进化粪池 死在了污秽中 再一睁眼 我回到了表妹怀孕七个月的时候 临死前 我拼命挣扎 化粪池的脏污 却毫不留情地涌入我口鼻 那对母子 就在池边上居高临下地看着我 哼 好好细细你拿脏心烂肺 下辈子 记得少管闲事 反正你也没孩子 你的房子和存款 就当是给你这辈子的恶毒赎罪了 我绝望地闭上眼睛 任由自己的身体 渐渐沉入满池的污秽中 可当我在一睁眼 竟然回到了二十年前的家中 表妹杨欣然 正掀起衣服录着运渡 对着镜子生气跺脚 姐 你看我这肚子 才七个月就中大 可明明我好几天都没吃东西了 孩子怎么还长吧 我回过神来 迅速整理了一下思路 杨欣然现在怀孕七个月 那正是当年我发现 她想方设法让自己早产的时间 她身材娇小 肚子也白嫩光滑 怀孕七个月 其实看起来 才只想五六个月而已 上一世 姨妈为着 她孕七疯狂结实 心急如焚 就叫在医院 实习的我来劝说表妹 我找了专业科普资料给她看 每一本上都明白写着 孕七需加强营养 不然母亲和孩子的健康 都会受影响 她却只盯着文章的后半句 孕七也不能无节制地抱饮抱食 我说什么来着 那种平时吃不着好东西的 穷酸家庭 才会给孕妇狂补呢 我这种体面的孕妇 孕七要比平时吃得更少才对 看人家日本的孕妈 孕七都那么精致美丽 那是因为日本医生要求孕妇 整个孕妻体重 都不能增长超过七斤的 我这都长了三四斤了 急死我了 上辈子的我 还会苦苦婆心地给她解释 均衡饮食加强营养 和暴饮暴食之间的天壤之别 可如今 我只瞟她了一眼 冷冷说到 到了八九个月 哪怕一厘米不吃 一天也几乎长一斤 你这才哪到哪 杨欣然听到这话 整个人焦虑到扭曲 情急之下 手甚至有些重地 在自己肚子上捶了两下 这孩子真是讨债鬼 一天一斤 那到足月 岂不是长好几十斤 不不不不不 我不能接受 我无所谓的耸耸肩 孩子足月生产 就歇天歇地吧 不然像那些七八个月的早产 生下来才两三斤 跟小猫掌似的 杨欣然眉头一动 早产的孩子才那么小吗 那妈妈增重 岂不是也就七八斤 这样对母体肯定好啊 妈妈是轻松 可孩子发育都不完全 往后可就遭老罪了 杨欣然又选择幸运地 听了我的前半句 急匆匆地打开书房的电脑 查预期的资料 我暗暗勾了勾嘴角 我看过她的运检报告 她因为长期结识 孩子本就偏小不少 上一世 是我帮着她 制定了促进孩子发育的健康食谱 每天监督她吃下 最后孩子生出来很健康 可这次 没了我的帮助 她早产生出来的孩子 恐怕比普通七个月早产 还要不健康呢 小时候 我妈去了国外务工挣钱 而一直做家庭主妇的姨妈 留在家照顾我俩 虽然家里吃穿用度 都是我妈从国外寄回来的钱换来的 可杨欣然却把我当作一个 她家的外来入侵者 对我充满敌意 我妈寄回国的零食 玩具 漂亮的裙子 原本都是双份 我却连碰都碰不到 全部都被杨欣然霸占 自己吃不了穿不了 硬肯送给班里 欺负她的女生用来讨好 也不让我碰一点 这是我的家 进了我家的东西 就必须我处置 你说可不算 那时 才七岁的她 就会插着腰 对我一指气势 姨妈还只会欣慰的 摸摸杨欣然的头 我家然然真厉害 不吃亏 姗姗啊 姨妈辛苦照顾你俩 你是占了妹妹的份额的 就必须让着妹妹的 懂不懂 可当我们长大 我考上医学院 杨欣然却只上个民办本科 这时候 她倒是总张嘴闭嘴 她辛苦将我养大 我现在得报恩 杨欣然大三就怀孕了 她老公在外地 做安保公司的小主管 二人长期分居 她当年又像狗皮膏药一样 报了跟我一个城市的大学 姨妈就直接把杨欣然打包 丢到了我家 吃我的用我的 把用我爸扶序金 买的房子 当成自己家 包括我书房的笔记本电脑 她整天拿着打游戏 果然 我打开电脑 在浏览器中 发现搜索的历史记录 运七个月 如何才能早产 接下来 她应该要准备 去坐过山车了 可只坐过山车 可不一定早产 还是应该来点 更刺激的活动 几天后 我下班回家 发现了摊在床上 面色灰白的杨欣然 然然 你怎么了 没事吧 用去医院吗 我假装关切地问了一句 我没事 我有点累 休息会儿就好 不用你管 她往被子里缩了缩 不想让我看见 对不起了大外甥 我尽力保你了 可惜你妈不给你健康的机会 我回到客厅 杨欣然乱扔在沙发上的 大衣的口袋里 两张游乐园的票 斜斜地露了出来 第二天是休息日 我敲了敲杨欣然的门 叫她吃早饭 果然不出我所料 她垂头丧气地走了出来 身体却是一切如常 肚子还是源源隆起 祸害一千年 看来她肚里那个坏种 是不会那么轻易出来的 然然 怎么这几天不太开心呢 怀孕可别想那么多 对孩子不好的 喝点杂粮粥 我一早起来熬的 可香啊 孩子孩子孩子 你们一个个张口闭口就是孩子 根本没人在乎我的心情 难道我就是你们的生物工具吗 说吧 她抬头瞥了我一眼 用一副了然的样子说道 哼 你不会是想趁我怀孕 拼命给我喂饭 好让我变得跟你一样难看吧 我知道 你从小就急得我苗条漂亮 还早早就找了这么优秀的老公 你以为我怀孕你就有机会超过我了 告诉你 我是个自律的小孕妇 即便怀孕 我也不可能放弃自我管理的 她一边说 一边恶狠狠地打翻了我辛苦熬好的一大锅钟 我装作也不太高兴的样子 落幕收拾了桌子 回到书房处理工作 还没过几分钟 杨兴然气势汹汹地走了进来 我要用电脑 你让开点 然然 我还要工作呢 你等一会好不好 等什么等啊 我的事不能等 先让我查 我只好起身 把电脑让出来 离开房间时 我撇了撇嘴 经过我的一番操作 她现在在搜索如何早产 出来的应该是孕晚期 宝宝父母不可以做过于剧烈的夫妻生活 有造成胎儿早产的风险 过夫妻生活 对于老公在外地的杨兴然来说 应该不好实现 可是我这个表妹 从小便胆大包天 老公不在身边 怎么会成为她过夫妻生活的阻碍呢 这天晚上下班 我带着一身疲惫回到家 一开门 家中像糟了贼一般 一团乱糟 空气中弥漫着男女花好后遗留的气味 夹杂着一股血腥气息 杨兴然趴在了主卧的床上 衣衫不整 下身一大滩血 我把她翻过来 发现她脸色清灰 已经陷入了昏迷 想起上一世 她和她的好伴 趁我不备 将我退入花粉池时 那满脸的得意和阴狠 我真想假装被发现 直接回房睡觉 可就这么简单让她死 反倒是太便宜她了 我掏出手机打120 又给姨妈打电话 报告了这个噩耗 等老太太坐 最快的一班高铁赶来医院 杨兴然的手术还在进行中 她焦急之下 伸出手指 狠狠戳裸脑袋好几下 你这死丫头 我把女儿交给你 你就是这么给我照顾的 然然 一个快八个月的孕妇 你不紧盯着点 这么晚才发现她出了事 你们也知道她一个孕妇 哦你不想来这里伺候她 就把她扔给我 我医院实习一天天忙得要死 今天刚下小夜班回到家 就立刻送她来医院了 还垫了不少钱 你竟然还污蔑我 太过分了吧 上一世 她不但将孕妇抛给我 连孩子出生后 她都不愿意离开安逸的老家 来这里出力照顾 照顾杨兴然和她儿子的活 就又落到我头上 甚至我妈掏钱给我姨妈 叫她给杨兴然找个月嫂照顾 姨妈却不以为然 我然然独立又勤快 月嫂就不用了 叫杉杉平时下班搭把手就行 却把钱一分不落地 收进自己口袋 就这样 我下了班 还得给他们娘俩 洗堆肌如山的尿布和奶瓶 准备好第二天一天的餐饭 从小被寄养的我 缺乏安全感 性格原本逆来顺受 这一次 我突然一下子只冷起来 姨妈反而被噎得瞪了眼睛 说不出话 正僵持着 我头顶上出现一片阴影 转过身去 背后是个面向凶狠的高个子男人 是谁害我老婆孩子早产的 她离我一米之遥 我却能清楚地听见她紧咬后 曹牙发出的歌之声 正是杨欣然那大半年 才诈试一次的老公吕宏伟 姨妈见到她 仿佛来了撑腰的 赶快伸手指向我 好女婿啊 我把女儿托付给她表姐 结果竟然对我招过早产 真是太不负责了 男人凶恶阴沉的面旁转向我 你就是高一山 我面不改色地点了点头 那男的歪了歪脑袋 自以为是的歪嘴一笑 哼 欣然常和我说 你总嫉妒她欺负她 我告诉你 以前你欺负她的事就这么算了 但现在她是我老婆 你要还敢欺负她 你就等了给自己收尸 说完 她趁我还没反应过来 揪着我的衣领 对着我的脸狠狠扇了一巴掌 清脆的巴掌声 吸引了周围人的注意 有人看到男人打女人 试图上前阻拦 我一毛一却扯着嗓子喊 珊珊 你害你妹早产 这么大的事情 窃窃私语了起来 姨妈又压低声音 对吕洪伟说 洪伟 公共场合 听妈一句劝 一切都然然没事了 咱们再找地方好好论一论 好好 吕洪伟确实有力气 这一巴掌下去 我的脸很快肿起来 火辣辣的疼 可听我姨妈的意思 就区区这一巴掌可不算完 得等腾出手来 再找我没人的地方 狠狠揍我一顿呢 我捂着生疼的脸 反而露出一个灿烂的笑容 两位 杨仙然到底为什么早产 你们怎么就不问问 直接就把屎盆子扣到我头上 还能为什么 肯定是你没伺候好她呀 然而什么都得自己干 把她给累到了 姨妈 你女儿的德行你还不知道吗 从小到大 她干过一点活吗 我工作太忙 这房子里清洁打扫 还是我请了个终点工 按时代收拾的 你女儿在这 整天像个阔态 吃了睡睡了吃 有什么是能累到的 吕洪伟听到这里 反而轻蔑地嗜笑一声 她可是我吕洪伟的老婆 我的女人 自然是应该被人伺候着 怎么可能还亲自去干那些家伙 你少给我转移重点 现在知道怕了 早干什么了 为什么不能每分每秒的 在她身边伺候着她 每分每秒盯着 我将眉毛高高扬起 说起来 我也担心表妹怀着运出危险 特意在每个房间端的监控 用手机就能看回房 不如我们来看看 表妹她到底干了什么大活 把自己累到早产的 我将手机音量调到了最大 视频里活成功的声音 回荡在手术室外 表妹 其实几天前就往家里带人了 可她肚里的小崽子 实在太顽强 怎么折腾都还安稳如初 所以只好加大了力度 这视频她自然是女主角 而男主演 却有整整三人 难怪把我家搞得一片狼藉 吕洪伟和姨妈 还在巨大的冲击下 错愕不已 手术室的门却刚好开了 杨欣然被推了出来 她面色惨白如指 可脸上却带着满足的笑意 可一见到吕洪伟 她立刻别起嘴装 做万分委屈的样子 老公 生宝宝真的好痛哦 但是为了给你传宗接代 依然在吕洪伟面前装小孩 用夹子音说话恶心人 可这一次 她自以为无敌可爱的这一套 却失笑了 只见吕洪伟一口浓潭土道 还躺在手术床上的杨欣然脸上 呸 你生出来那个种 是谁的还不知道 什么小杂种 也想让老子当饼 吕洪伟气得快要炸裂 抖大的拳头 几次挥舞而出 可到底还是没落下去 最后只是拂袖而去 孩子早产出来 才两斤三两 被送到新生儿科住保温箱 一天费用好几千 杨欣然大出血 子宫破得像一块烂布 浑身血液坏了三遍 她就不以为意 天天对着自己 因湿血而惨白的脸看来看去 满意的不得了 只有一妈长须短叹 替杨欣然发愁不已 可每次见到我 依然要忠气十足地指责我一番 你别以为你耍这些心眼 让洪伟离开然然 她就能看得上你了 都是你的错 你得补偿我们 然然和宝宝的治疗费用 必须由你承担 还有 你不是在医院工作吗 叫院长派你们医院 最高级的专家 来专门服务他们娘俩 必须恢复到最健康的状态 不然 就等着我去医务处投诉你吧 我翻了翻白眼 这种垃圾中的垃圾 就你们当个宝 谁稀罕啊 另外啊姨妈 这里好像不是我工作的医院呢 院长是谁我可不知道 你爱闹就闹去呗 当初我为了防着他们 特意没送他们 去我工作的医院 我们医院有个看性病的老中医 水平还是蛮高的 您要是愿意 只是转头之时 我看到了姨妈身后 杨欣然那阴沉的 快要滴出水的眼神 最后 姨妈转头向我妈要了钱 填了杨欣然自己 做出来的巨额中院费 她出院那天 两个人果然又理所当然 回到我的房子 然然 我们回家咯 看把我宝贝兽的 月子里叫你姐 好好给你补补 然而 医院外派我去北京 进修一个月 我提着行李 正准备去机场 姨妈听了这一消息 气急败坏 抓着我的胳膊 你不能去啊 我们广场舞团 下个月有表演 我订了明天的票 要回家了呀 你不给 然然伺候月子 叫她怎么办 哈 我嘴巴张得能塞进拳头 你这千八不伺候她 那我怎么办 这次进修机会 你知道多少人争吗 我进修回来就能转正 转正了一月 工资能有一万多 凭什么为你跳广场舞 就放弃啊 珊珊 你这话说得太没良心了 我可是辛苦 把你养大的呀 一月工资一万多 也没多少 大不了你再多 实习一阵子 等晚点再转账咯 你妹妹做不好月子 可是影响后半辈子的身体啊 怎么分不清轻重缓急呢 无语简直成了我的母语 不想和她继续废话 我甩开她 拖着行李就出了家门 路上 我给我妈打电话 叫她把月扫钱打给我 我替她们请月扫 至于我为什么这么好心 我翻出手机里珍藏的帖子 碧雷江城月扫孙某某 不讲卫生 但活偷懒 满嘴谎言 态度恶劣 挑拨家庭成员关系 还偷拍你家视频 在外面传播你家里的隐私 姨妈听说 我给她们请了月扫 突然又说 自己尽力推掉了广场舞团的重担 在这里陪表妹做完月子再回去 只是过了不到一周时间 她就打电话给我 说对月扫不满意 让我赶紧给她换一个 我装作为难的样子 哎呀姨妈 这可是公司推荐的金牌月扫 我一下子给然然定了两个月 钱已经给人家了 想换一个也行 你把钱先要回来 咱们再找个新的就好了 这岁月扫可是我精挑细选 最后选定的最恶劣 最美素质的一位 而且她早被家政公司开除了 现在是单干 钱进了她的口袋 就如同肉包子进了恶狗嘴里 想要回来 不得扒一层皮 进修完回来 我一进家门 一股难闻的尿骚味扑面而来 姨妈顶得一头乱发 怀里抱着个小娃 气急败坏地冲出来 关门这么大声干什么 吓着我们子萱了 姨妈一吼 怀里的抱着刘子萱 更是吓得张嘴就哭 我低头一看 这孩子和上一世 足月出生的她 简直天壤之别 她脑袋不过小圈头那么大 脸上胳膊上皮肤 薄得像透明的一样 五根细如火柴棍一样的小手指 没有安全感地 在空气中抓来抓去 她虽然张着大嘴哭 可哭声也是微弱细小 不一会儿 脸都憋成了酱紫色 这副样子 肯定长不成那个 身高190 体重200 轻轻一脚 就能把我揣进化粉池的肉扇了吧 我看见姨妈那疲惫不堪的脸 不禁暗暗好笑 面上却故作惊讶地问 姨妈 一月不见你 怎么老成这样 不是有月嫂吗 哼 你找得好月嫂 人家金贵得很 下午一点到四点要午休 什么事情都不能做的哦 说到月嫂 姨妈的脸色又黑了几分 我去屋里看了看杨欣然 一见到我 她立刻一把敌涕 一把泪的大土苦水 她本来大出血 就身体虚弱 月子里为了保持身材 拒绝补充营养 孩子又不好带 有点风吹草动 就哭个大半天 如今的她 头发稀疏 面色蜡黄 比怀孕时反而憔悴得多 看起来哪还像个二十出头的小姑娘 我正装着安慰她 房门却被大力踢开 绑阔腰圆的黑脸堂妇女 抱着女子轩冲了进来 孩子哭个没完吵死了 你赶紧喂喂她 一说喂奶 杨欣然就哭着往被窝里躲 月嫂一把将被子掀开 去撕扯杨欣然的衣襟 这么小的早场 不喂母乳 你想让她死吗 那奶粉怎么比得上母乳 你根本就不配当妈 上一世 杨欣然一口母乳都没给孩子喂过 当时我劝了几句 她却勃然大怒 逼一个注重身材的妈妈 喂母乳这么恶毒的事情 你都干得出来 你心黑不黑 姨妈和吕洪伟都宠溺地支持 她做不母乳的新时代喇嘛 然而他们转头便命令我 姗姗 子轩的奶粉就剩一贯了 也就吃三四天 怎么还没买新的 想饿着我当外孙吗 就是 我儿子可是我老吕家的金孙 坏了你担得起责任吗 没人提一句钱的是 吕子轩上一世食量巨大 一罐奶粉喝高一粥 还只喝最贵的那种 我那时也想不通 为什么她做时尚辣妈 结果是要我掏钱给吕子轩买奶粉呢 可这一世 在这个毒月嫂 急眼力色地打压下 尽管疼得字牙咧嘴 杨欣然竟然就乖乖地 给孩子喂起了母乳 看来恶人还是得恶人魔 太过心软善良 反而会永远被人当作踩在脚下的泥 晚上 姨妈跑到我房间里来指责我 杉杉啊 你从小就不如你妹 尽干些屈心眼的事 你干什么一早就把钱都给您妥走 上次我一体要钱的事 她当场就摔了东西 说咱们单方面违约 要在月嫂圈宣扬出去 把咱家加入黑名单 都怪你 现在连个月嫂都换不了 我冷笑了两声 你傻不傻 就听她忽悠 天大地大还找不着个月嫂吧 你不和她狠狠闹一场 她怎么会退钱 我问候祖宗 就头发挠脸 摔东西砸锅无数次 可月嫂就是僵持着 不下户也不亏钱 我被她们闹得头昏脑账 单脆一直都住在医院宿舍 更别提刚出月子 还要为奶照顾早产的杨新兰了 最后终于熬到月嫂下户 姨妈竟然抓住她走之前 脱落我的手势 随之以此为把柄 逼着月嫂退了她两千块钱 她洋洋自得的 把钱收进了自己口袋 哼 想从我蔡秋霞手里挣钱 有那本事也没那命 丝毫不提那钱本来也是我付的 可几天后 某英本地板块上一条毁三观的视频 突然火了起来 视频是在我家卧室拍摄的 娇小的女人抱着孩子跪在地上 请求高大的男人原谅她 老公 我是怕孩子太大 顺产出来 影响你夫妻生活体验 才这么做的呀 哼 那你和三个男的乱搞 就不影响我的体验了 这都是我姐给我出的主意 那三个人我都不认识 都是她找来的 我在那次之前 真的对你绝对专一 和那三个男的做内饰的时候 心里也只想着你 你看看子萱 和你明明一模一样的 男人看了看孩子 好像心软了下来 终于是情不自禁 抖住女人狠狠亲了起来 孩子就被女人扔在冰凉的地上 啼哭不已 评论里也炸了锅 引流死全家好吗 哪有这么变态的事情啊 是真的 这女的住院时 就住我弟媳隔壁床 好像早产孩子进保温箱了 她还挺高兴呢 笑话我弟媳 足月生产肚子掌纹了 还是早产 就这么扔地上哭 父母在一边快活 这种人配当父母吗 她说都是她姐教的 这姐挺歹毒啊 这下我才明白 为什么最近总感觉 有人在我身后偷偷跟踪我 还是个有点眼熟的高个子壮汉 原来真的是吕洪伟 杨欣然装成一个 全心全意为丈夫 个人体验而考虑的可怜女人 转头去把屎盆子扣到我头上 但是当初她和那三个男的 玩得那么开心 她吕洪伟难道就能彻底忘怀 我干脆光明正大 找吕洪伟出来谈 主动背了杨欣然 给我扣的黑锅 然然确实爱你爱疯了 才苦苦爱求 让我帮她提早发动 直接上手她又怕疼 我就只好帮她 想了这么个办法 吕洪伟拳头握得搁置作响 从她喷火的眼神中 我能看出她恨不得掐死我 我赶紧祸水东引 我为了干净鞋 就从学校里找了学生 可当时明明说好是一个人的 谁知道那小混蛋带了三个人去 然然没法反抗 只好装作顺从了 我确实有错 可那几个混蛋更该死 没想到他们那次后 还在家里装个偷拍的摄像头 把家里的隐私都泄露出去了 哎 我的妹妹和小外甥太命苦了 妹夫 你放心 只要你们能重归于好 我以后一定好好帮衬你们一家人 我这么说 吕洪伟才恢复了些理智 那人的电话 照片发给我 现在立刻马上 他从牙缝里挤出这句话 我赶紧按照他的指示 把其中一人的信息发给他 他转身上了眼前 发往信息学院的地铁 我特意和他约在了人来人往 有监控有安保 并且直搭信息学院的地铁站 他这人 骨子里的冲动暴虐 在上一世 因为有个有我兜底的圆满家庭 而被压抑住了 这一次 面临这一次次的重大变故 他不可能压制住 心中无法发泄的愤懑和怒火 刚才我躲在暗处就看到 近站的时候 他被安检没收一把锋利的菜刀 几天后 三个信息学院的学生 被揍到全身骨折的新闻 又上头条 吕洪伟作案的全过程 都被完整拍到 他拿浑身的剑子肉 收拾三个脆皮学生 简直易如反掌 视频里 他高高地一跃而起 一脚又一脚 狠狠跺到那三个男生脑袋上 当然 那三个男的也是活该 在我家那次 杨欣然到了后来 感觉不对 要求他们停止 并叫救护车 他们三个 却完全不理会杨欣然的爱好 直到他大出血 不省人事后 几人嘻嘻哈哈地一走了之 证据确凿 警方也随之迅速行动 很快将吕洪伟逮捕归案 上一世 杨欣然和姨妈 心心念念 想让吕子轩进体制内 我给吕子轩介绍过几份工作 他们不是嫌太辛苦 就是嫌待遇太差 整天趾高气扬地说 我家子轩 怎么能干这种低级工作呢 他把人脉这么广 回头给他直接弄个单位编制 不是分分钟的事情 但孩子当然得干个人上人的工作 其实吕洪伟 只不过吹牛不打草稿 体制内工作繁尽必考 他哪来的本事操控 可是到如今 他们连抱着这样美好的 愿景的希望生活的资格 都没有了 哪怕吕子轩这辈子 天赋一柄 智商起高 这下也彻底失去了 进体制内的资格 我摸着曾经被吕洪伟 打过一巴掌的脸蛋 展开了笑容 他的案件在社会上 引起强烈的反响 因此判得也很快 故意伤人情节严重 被判了12年 我又托人在牢里 给他放了一段视频 是还没早产的杨欣然 和那个被他揍废了的小子 甜甜蜜蜜 你弄我弄逛游乐场的视频 听说看完了这段视频 他像受了刺激的疯狗 把一个屋的狱友 揍个鼻青脸肿 又加行一年半 这件事后 杨欣然在江城 着实名声大噪 姨妈抱着孩子在小区六弯 也到处是人 在他背后支支点点 回家的时候 我经常碰见网红 在我家门前探头探脑的偷拍 还有更大胆的 上前来硬要采访我 中国人隐私被打扰的感觉 实在令人无法忍受 我干脆计划 出手卖掉这套房子 在还未开发的东城 买上两套 那里在两年后 会被规划为高兴区 房价翻三倍不值 而最主要的 我想拿出其中一部分钱来 把我和爷爷奶奶 在农村生活过的小院买下来 我带人来看房 姨妈却不可置信地看着我 你这不是瞎胡闹吗 房卖了 我们住哪 以后子萱上学 还要用这里的学区啊 我也像看傻子一样看着她 你孙子上学关我毛氏 你老家房子楼底下就是幼儿园 回去上呗 凭什么占我房子 姨妈被气的气都不顺了 你开什么玩笑 老家幼儿园带什么水平 我们子萱怎么能去那种地方 肯定是在大城市上学啊 你有学区房不给我们用 凭什么呀 你心黑不黑 我不想和她废话 带着顾客逐个房间介绍 可杨欣然突然从房间冲出来 把沾满了女子萱排泄物的纸尿裤 护在了顾客的衣服上 两母女唱念作答演了一场闹剧 害我房子不再没卖成 还得赔人家衣服钱 后面的一周 我直接委托了中介公司 白天黑夜地带人来看房 我把我家的情况交代了一番 又说一个月内能成交的话 中介费可以再让两万 中介小哥灿烂一笑 拍了拍胸脯说包在他身上 后来 他每次带客户来我家看房 身后都跟着两个剃光头的花壁壮汉 杨欣然母女一向气软怕硬 只能又恨又怕地盯着这帮人 却一句话都不敢说 很快 房子便有了一个合适的买家 这天 我下了班 准备整理卖房所需的证件资料 家里的门铃正是去响了 姨妈赶着去开门 我在房间里隐约听到了一个熟悉的声音 走出房间一看 眼前的人令我心里一哆嗦 竟然是我妈 我妈上次回国 还是我考上大学那年 她从小就不在我身边 可对我的要求却极其严格 我高三考上医学院 心想 这我妈下一定会好好表扬我一次吧 可在机场见到我妈第一面 杨欣然就眨到她怀里 乌乌大哭 她本科线都没过 需要复读 我妈温柔地摸着她的头 像对待一个小婴儿一样 轻声哄着她 对她身旁期待着想 与她分享喜悦的我 皱着眉使了好几个眼色 一路上 甚至回到家后 她也一直在打电话联系朋友 帮杨欣然想办法找学生 我几次鼓起勇气 想和她说话 她都转过头去 背对着朝我不耐烦的摆手 后来 我妈掏钱让杨欣然 去了最好的高中复读 她感激涕零地摟着我妈的胳膊 虽然我也羡慕姐姐成绩好 可姨妈的爱 对我来说更珍贵啊 说完 还抬起埋在我妈怀里的脸 出我挑衅的挑眉 我早知道 他们会向我妈告状 所以开始卖房一来 我就刻意没和我妈联系 可能想到 七年没回国的她 竟然直接杀到我眼前 珊珊 听说你要卖了这房 去东城买 七年没见 我妈连那一句关心我的话都没有 我听人说东城那边前景不错 卖了这套去那边换两套 倒也不是不行 她没有反对我的行为 这倒是出乎我意料 到时候一套还给你 另一套显然的名字 然而现在乖儿寡母的 有套房 也有个依靠 果然 她的计划中 永远少不了给杨欣然梦画 原本是我爸给我的房子 她硬是一分为二 白白送给杨欣然母子俩一半 我早已经心灰意冷 不想再多说一个字 姨妈和杨欣然 却比我更加强烈地表达不满 你们娘俩傻了吧 东城那边一片荒地 跑那里去投资房产 不赔死你们的 就是姨妈 这边离市区多近 听说很快就要开个 全市奢侈品的大牌商场 我逛起来多方便啊 东城那都是乡下人住的地方 我可不去 这房子你们一毛钱没出 免费给住了这么多年 你们有什么资格 在这指手画脚 我看了这个 我花了许多心思装饰的温馨小窝 如今被乱糟糟的婴儿用品 堆满了每一个角落 终于没忍住对了它们 即使我知道 说完这话 我妈一定会对我大发雷霆 或许是赏我一个巴掌 又或许是让我滚出 他们这个乐容的家 可即便是这样 我也不会再害怕 死过一次的我深深明白 这时间 除了自己 哪怕是最亲的人也靠不住 所以我在工作岗位上 拼命汲取专业知识 再累 再脏的工作 我也不怕 猛着劲往上冲 我可以自信的说 自己一定是同批进医院的人当中 专业水平最扎实的那一个 哪怕我现在收拾行李滚出去 我也有能力 给自己一个容身之所 生活的像是在寄人里下 或许是从来没见过 我那样决绝的眼神 我妈竟然没再多说什么 转头忙着安抚 那满腹怨恨的鸟俩 两周后 我妈通知我 姨妈他们同意卖房了 让我去办手续 房子现在的位置很好 而且附近 要见万象城的传言 沉销甚上 价格卖得很高 以姨妈他们的眼界 我想不通 我妈是怎么说服他们的 原来是我妈拿自己的积蓄 在东城一下子 就买了两套老婆小 据说是因为 她在国外听一个 有头脸的老乡说 新区政府 未来将会搬迁到这里 卖房的钱 我妈一分为二 给我和杨新然一人一半 只是杨新然那一半 我妈和姨妈商案后 先拿去投资了 一个什么理财项目 说是年利率很高 我妈新租了一套 160的大平层 百一大家子安置在这里 路过杨新然房间 我妈怀里抱着李子萱 一边温声细语的 安慰着脸色不佳的杨新然 然然 这个房子当初 是用姗姗爸爸的积蓄 和抚恤金钱买的 我也不好意思都拿给你 另一半的钱 我先拿去理财 回房买房的时候 大姨再给你多贴20万 好不好 看来杨新然理所当然的觉得 这买房的钱 应该全部归她 你姐姐 估计不会嫁人生孩子了 以后我还指望 你和萱萱给我养老呢 乖然然 听大姨的话 我肯定不会亏待你们的 杨新然这才娇称的笑着 扎进我妈怀里 我拿着一半的房款 开始在东城看房 但是很快 我打算买交去一套别墅的消息 就传到了杨新然耳朵里 她酸得红了眼 立刻退了自己 已经订了的一套大平层 损失了两万的定金 去了东城的别墅去看房 即便东城房价便宜 可一半的房款 买别墅依然不够 可我上大学 就开始做副业挣钱 有一笔积蓄 加上现在单位的供积金 再贷连款 每月还一还也压力不大 杨新然可没有这些条件 姨妈这次难得理智 劝杨新然不要瞎折腾 可她刚说几句 杨新然就狠狠地 把屋里的东西摔得粉碎 女子轩又被她 吓得哭到背过气去 姨妈一向无条件宠溺她 最终把老家房子卖了 给杨新然凑够了首付的钱 可因为他们娘俩 没有正式工作 贷款贷不下来 杨新然不知道 联系了什么狐朋狗友 从借贷公司 贷了一大笔钱 我妈和姨妈都反对 她却洋洋得意地 宣扬自己完美的算计 大意帮我理财的那笔钱的利率 比我贷款的利率要高不少 我拿理财的收益去还贷款 每月还有盈利呢 现在年轻人都是这样生活的 你俩老太太 不懂就还是闭嘴吧 按她的计划过了几个月 确实 我妈每个月兑出来理财的收益 完全可以附带她借贷的 最低还款要求 你妈又一次 被自己女儿精妙的谋划所折服 又抖了起来 我和你妈是亲姐妹 生出来的俩闺女 怎么天差地别的 姗姗 你要是有然然一半精明 现在也不用天天加班过苦日子咯 我当然不是真的要买别墅 虽然一直梦想着 有个能种东西的小院子 可毕竟离单位有些远 物业费也高 我一个人住也是太过于空档 最后还是买了之后 会高价拆迁的两套大面积平房 我妈又回到了国外 我也自己租了套小房子搬了出去 渐渐和这家人不再联系 由于表现出色 我在工作岗位上进步很快 目前是我们科室年轻医生中的佼佼者 期间他们也联系过我 说吕子轩总是生病 要来这边检查一下 对我已不在本地而搪塞掉了 我妈还是拿在国外辛苦打拼的钱 供养着他们 他们有钱花也不再来骚扰我 我也算是落得个清静 直到有一天 我下班回家 发现姨妈带着杨新然 抱着吕子轩守在了我家门口 几年不见 姨妈大概因为操劳 头发白了一大半 后背拖着 看起来很没精神 杨新然看起来也比实际年龄大了不少岁 不过从前底子还在 如今是个颇有风韵的少妇 最让我惊讶的 还是吕子轩的母样 而这一世 因为早产后又没有被精心照顾 吕子轩看上去若不经风 脑袋看着都比同龄孩子小一圈 架在窄小的肩膀上 看起来就不是很健康 我带他们进了门 吕子轩进屋后 就指着我放在电视墙顶端的一个奖杯 哎呀的伸手想要 姨妈搬过凳子 就要够下来给她玩 记得上一世 三岁的吕子轩已经能流利的和我说 姨妈 我以后娶媳妇需要很多钱 你赚的钱可都得交给我 而如今 三岁的吕子轩还只会嗡嗡嗡啊呀 连妈妈都不会叫 和我料想的果然没错 当年 我找的那个月嫂 刚来家里的时候也提过 这孩子早产弱一点倒是正常 可是各种反应看上去不太对 瞧着想有点问题 姨妈为这句话 气得给月嫂好大的脸色 放你娘的屁吧 全小区哪个不说 我家子轩聪明漂亮 你就是嫉妒我们 你再敢吞粪 以后这孩子有问题 你就等着赔钱吧 都是你给皱的 我出差回来 姨妈还拉着我来证明 她的好外孙没问题 那时候孩子还小 如果不去医院检查 也确实看不出什么 我更是无法定论 就顺着她们爱听的话说 可后来 女子轩长到六七个月 却依然不追视不追听 对外界自己几乎没有反应 我就明显感觉到了有问题 可想想 姨妈和杨欣然 当初对月嫂凶狠的脸色 我可不敢说什么 况且 两世的女子轩差别这么大 原因就只有杨欣然早产 令她大脑发育不全 这种情况下 即便是一出生就开始干预 脑损伤是不可逆的 谁也就不了 她们这次来找我 却不是因为女子轩的事情 女子轩才进门不过十分钟 就把我家搅得乱七八糟 每个橱柜都打开乱翻 还揪着我养的小猫的耳朵 甩来甩去 我一把推开它 躲过我的小猫搂在怀里 这孩子怎么这么没礼貌 你们怎么教育的 杨欣然一听这话 可算是被激起了怒火 高一山 我看你才是有妈生没妈养的玩意 我子轩摸摸你养的这个畜生 只看得起你 谁稀罕那东西 我们还怕被染上细菌呢 你妈见话题跑偏 捅咕了 她女儿一把 出我假笑了一下 杉杉啊 你妈妈最近和你联系过吗 我们联系不上她 挺担心的 你知道怎么回事不 我耸我耸肩 宝贝的摸着我小猫被拽腾的耳朵 我和她一直有联系啊 怎么了 她们两个人疲惫绝望的眼神里 迸发出了希望的火光 那你快找她呀 我们放在她那里的几百万理财 她都好几个月没给我们转利息了 这是要干什么呀 对啊姐 我刚买了个包还刷的信用卡 这都还不上了 以后影响子轩上贵族学校可怎么办 我拨通我妈的微信电话 她那边倒是很快接了起来 二人刚想质问我妈 我妈却火急火燎的先嚷嚷起来 杉杉 你还有多少钱 上次你打给我那几万 根本就不够 赶紧再给我凑点钱 要不然我可活不了了 我妈一向稳重 极少有这样急吃白脸的时候 我吓得一哆嗦 赶紧问是怎么回事 结果那边传来一个 口音奇怪的男人声音 是蔡红梅的女儿是吗 我告诉你 你妈诈骗了我大哥八百万 现在在我们手上了 你赶快想办法还钱 不然你等着给他收尸吧 姨妈一听 吓得脸都白了 杨欣然倒是很镇定 抢着对电话说道 我不管你大哥欠了他多少 我姨妈欠我们的三百万 给先给我们的 你们之间的债务问题 我们不管的 这三百万你先叫他先打给我们 我不禁止寒 我妈如今生死难料 杨欣然却还想着 要远远就不属于他的那笔钱 杨欣然 我妈从前最疼你 你竟然这么狠心 那笔钱本来就不是你们的 这话你怎么说出口 杨欣然捋了捋头发 那我不管 姨妈说了钱要给我的 谁都别想和我抢 对面好像被杨欣然 蠢到忍不住发笑 你是她外甥女杨欣然对吧 你姨妈要是有三百万先还给我 现在也不用受这罪了 你们赶快想办法还钱吧 不然 哼 就只好抓你们卖到这边 来用身体抵债了 说完 那边的电话被挂断 我打过去也在没有人接通了 姨妈有些害怕 杨欣然却不以为意 听他们吹 她说抓就能抓到我了 我才不信 不过 他们也立刻收拾东西要离开 生怕接了这个烫手山芋 可以打开门 两个人同时愣住了 门口贴了一张贴满了杨欣然 和各种男性出路宾馆的报纸 底下红七大字写着 既然喜欢做这行 不如早点来给你姨妈还债 姨妈看见这东西 一巴掌朝杨欣然删了过去 不让你做 不让你做 你非要做 就这么下贱吗 杨欣然依然是一副 红不领的模样 我不做这个 哪来的钱养活你和孩子 你一个一毛钱不正吃干饭的 还嫌我的钱脏 我就是投错了他 我应该跟着我姨妈 去国外搞事业 就算他现在栽了 我也佩服他 有能力有胆识 再看看你 就是不会挣钱的家庭主妇 我浪费一个 姨妈一向以自己放弃事业 专心远 培养出了两个大学生为荣 可他从没想过 原来杨欣然内心深处 是这样看不起他 他张大嘴 想要辩解 可巨大的冲击 令他缓不过气来 没几分钟 他脸就憋着酱子 最终一头扎了下去 昏倒在地 当姨妈从医院醒来 他发现自己的半边身子 已然动不了了 他倒是很快接受了现实 用含婚不清的话语 指挥着我 姗姗 我在这也不是办法 你抓紧把我转到你们医院去 这样可以贴身照顾我 你也方便些 我没好气地拒绝他 姨妈 我工作很忙 怎么可能去贴身照顾你 你亲女儿什么事都没有 还轮不住我伺候吧 他惊诧地皱起歪了半边的眉头 你怎么能这么对待长辈 然而还得带孩子呢 你想累死他 而且他什么都不会 得从头绪 怎么能照顾好我 姨妈 你脑鞋栓又发作了难受 就找个火棍子好好通通 你女儿金贵不能累着 我就是烂白菜烂地瓜 随你遭见了 道歉 我没那么见 扔下这话 我背上包转身就走 姨妈想起身拦住我 可身体不受控制 挣扎着翻下了床 扶通一声 重重落在地板上 一个月后 我突然接到了之前房东的电话 高小姐 我家门口被人扔了一个老太太 和一个小男孩 那老太太说叫我联系你 你回来接手 这老太太半身不随 浑身都是屎尿 小孩也差不多一样 还把我咬伤了 你赶快来把她带走吧 我耸了耸肩 不好意思地对房东说 真是对不起 我在外地工作 没法赶回去 这两个人和我也没什么关系 我肯定是处理不了 还是建议您赶快报警吧 给您造成麻烦了 我随后补偿一个月的房租给您 可以吗 房东收到了补偿金 顿时变得客气不少 嗨 其他亲戚 谁家没有几个呢 理解理解 后续的情况 他一直当成八卦给我分享 那天他报警后 警察查了监控 发现姨妈和吕子轩 就是杨欣然扔过去了 可他却失踪了 到处都找不到人 警察最终追查到了 他的出入境记录 发现他去了当初 我妈被绑票的那个地方 就是出名的诈骗犯罪的摇篮之地 在警察的追问下 姨妈终于把事实含糊地说了出来 我妈出事之前 杨欣然就没把当初 我妈给他们打的理财收益 拿去还贷 而是为了满足自己的高消费物语 每月把钱挥霍一空 钱不够用 催债得又催得紧 杨欣然开始出卖自己的身体 赚来的钱 每月给借贷公司 还得最低还款金额 姨妈生病后 治病的费用 吕子轩奶粉钱 还有杨欣然的高消费生活 都需要钱来维系 杨欣然从借贷公司借的钱还不上 那些人疯狂暴力催收 当初的别墅也只能卖掉还钱 可好几年利滚利 要还的钱 早就不是当初借贷的数额了 杨欣然受不了这样 上有老下有小 都等着伺候 还整天被暴力催收的生活 于是从网上认识了 诈骗之地的团伙 上赶着自投罗网 从事自己喜爱的行业去了 吕子轩最终被吕洪伟家的人接走了 他家的人有些不太平和的基因 恐怕很难有耐心 照顾这么个不灵光的孩子 姨妈被送去了一个月三百块的养网院 那里环境差得吓人 护理人员极其不专业 那个孙月嫂被多次曝光后 没法再做月嫂 就是去了那里工作 不知道她和半身不随的姨妈之间 又会碰撞出何种精彩的火花 我早就参加了 原住贫困地区的医疗队 每天的日子过得忙碌而平淡 这些消息 对如今的我来说 只不过是如同狗血小说一般的八卦而已 突然有一天 我银行卡上收到了一笔钱 打款人是我妈 钱数是当初她卖房子那笔钱的另一半 还有一张房产证和几张照片 上面是我和爷爷奶奶一起生活过的那个乡村小院 所有装修摆设 都几乎和我小的时候一模一样 我没法假装看不见 拿起手机 拨通了我妈的电话 她没给绑票 也没那么大本事 诈骗黑老大八百万 现在好好地在国外 在猪肉厂当她的车间主管 之前的那场闹剧 只是她做的一个局 七年前 她在国外偶然遇见一个灵媒 一番催眠后 竟然看到了我前世的经历 她杀回来后 正赶上我要买东城的房子 所以她认定 催眠后的梦一定是上一世的真实情况 没了亲情欲镜 她更是看清了姨妈一家人的黑心肠 最终便狠下心来设局 把他们骗了个底朝天 珊珊 妈妈从前瞎了眼 他们这样欺负你 我竟然丝毫如保护你 让你受了这么多伤害 但妈妈只是想弥补从前的过错 并不是要求你能原谅我 你放心 妈妈还是留在这边拼命工作给你挣钱 不会打扰你 也绝不麻烦你养老 只会尽全力支持你的事业和生活 我笑了笑 敷衍着说了几句客套话 就挂了电话 我妈这次是真心实意的悔改 可在我漫长又黑暗的上瘾时 她带给我的伤害 也是无法磨灭的 我没办法彻底原谅她 可是 有个人动不动给你打钱 总给你买高档礼物 还对你满怀愧疚 几乎有求必应 简直不要太爽 何必拒绝呢